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四十七节 这是天国的七个比喻当中的一个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 一直到五十节 天国又好像网洒在海里 巨龙各样的水族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坐下 捡好的收在去巨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齿了 这里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撒网的比喻 撒网的比喻 我们过去曾经介绍 要断断续续的介绍这七个比喻 有人认为 如果用一个比较严谨 有系统的角度 来看这天国的七个比喻 我们上次把它后面再一段 家族的比喻把它加进来 也可以称为八个比喻 这一段用一个比较严谨的立场 耶稣在探讨 教会就是地上神的国的发展 的整个过程 从开始撒种天国的福音 像种子一样传出去 像种子撒在人的心中 可是有四种土地 有好的有坏的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有很好的反应 种子能够发芽成长 所以从撒种比喻开始 第二个拜子的比喻 再来芥菜种 再来面笑 这些一连串的比喻 有人根据他的内容来表达 耶稣他要说明了 除了个别的教训以外 他连贯的立场 来告诉我们教会整个成长过程 他所发生的状况 以及耶稣的期待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个撒网的比喻 为什么我的题目 不把它定作撒网的比喻 这个比我想很久 过去也多少稍微提到 如果我们在前面一连串来讲 到了最后 第五第六 寻宝 长宝寻珠 再来就是撒种 这个撒网的比喻 因为后面这一段是另外一个阶段 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 不是对大众讲的 所以我们教会的立场 过去喜欢从第五个比喻 长宝开始 我们把它应用在 我们末世的真教会 就是有圣灵 圣灵就像宝贝 真理像珍珠 这两个可以互相切换 他没有绝对 但是我们理念是先有圣灵 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教会产生 末世的真教会 他开始往外去传福音 因此我们刚刚看到 四十七节以后 他那个网就是福音的网 福音的网 透过教会传出去 洒在海里 这个海是世界 世界像一个大海 我们今生的世界 有人说世界如同苦海 不管它是苦海还是什么海 用海来形容广大的世界 所以在末世 教会把福音传出去 好像这个网洒在海里 它聚拢各样的水族 聚拢各样的水族 所以它不只是洒出去 还有一个收网的动作 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下看 它不一直详细来介绍 怎么去洒网 所以我们过去可能会稍微强调 到世界末了 我们要赶快做世界传道 向外去传福音 想尽办法 用尽各种能力 往外去传福音 那是撒网 但是在这一段 我们看到 耶稣他所形容 他所强调的重点 不再撒网 撒网只是一个开始 末世的开始 你有撒出去 一定要收回来 有开始有结束 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忽略了一部分 没有注意收网 或者托网 它这个网是一个大型的余网 不能凭个人去完成 他可能一般是认为 它是很大型的余网 它可以在余网的下方 可能放置一些签 让它沉下去 好像我们个人 那个吊杆也有一个小小的签 它有一个重量 才会垂下去 那这个大型余网 它下面也会放签 所以那个既然是很大型的余网 可能要用余船来托 然后 它有点脚椎型的 上面是四方 下面是圆椎 脚椎型的 所以它可以沉到很深 然后等于是我们说 一网打进 用余网这样托托托 它可以很深 几乎把海底下所有的各种鱼类 它没得挑选 只要被它捞到的 通通进到鱼网 所以这里说 巨龙各样的水族 它不分 先不分类 不一定是鱼 可能是螃蟹 可能是鳗鱼 好的坏的 通通一网捞进 我们说捞鱼 它是网鱼 整个都网起来 可是你不能只有撒下去 所以在这里 如果我们稍微按据它 这个圣经它所说的 那个47节 只是讲到一个小开始 撒网 那这一部分我早上不在这里强调 因为如果这样一连串的七个比喻 这里是一个将近结束了 将近结束 撒网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 强调撒网传福音 那它已经准备结束了 不应该还是留在原地 留在早期 它应该是已经快结束 所以撒出去以后怎么样 后来就是拉起来 所以我们看它这个48节 48节 网记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剪好的收在去距离 将不好的丢弃了 这里有网记满了 人就拉上来 人拉上来 那就是收网 所以从这里开始 他就介绍收网 所以耶稣一直没有在这里叫说 你怎么去传福音 得人如鱼 要有耐心 要同心和协力的去完成 这些都不用再谈了 已经是末了结束 所以后面耶稣本身 稍微解释 四十九节 世界的末了 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所以世界末了 世界末了就是世界要结束 整个世界要结束 世界要结束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形 因此我想早上 我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 透过他第一个 撒网以后 他是一个大型的网 所有的各种水族 都聚拢在这个渔网里面 如果说这个网是一个福音的网 福音的网 我们今天教会在传得救的福音 像还没有信的四人传福音 很多人被网进来 就是进入教会 进入教会 虽然 我们今天 透过布道会 透过受洗 要接受洗礼的人 可能有经过简单的审查 但是那个标准 原则上我们是一致的 但是个人拿捏的尺寸 并不完全一样 有些比较宽松 有些比较严谨 因此 那些牧道朋友 进入网中以后 成为教会的信徒 我们在这个网里面 如果说福音的网 一网进来以后 就成为信徒 进入教会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现象 教会当中 良袖不起 好坏都有 各种水族 所以他一开始这里 收网以后 各种水族都有 各式各样的 好的坏的 有用的没用的 所以这里讲 后面 四十八节 网收起来以后 要坐下来 减好的 放在 去距里 不好的 丢掉 他有一个筛选 为什么要这样筛选 因为他一网 捞进的时候 好坏 都捞进来 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段 他这一段在整个一系列的天国七个比喻里面 可能最好的对照就是第二个 拜子的比喻 拜子的比喻 两个很相像 你这样 撒种比喻 耶稣讲完 有解释 拜子比喻 耶稣讲完 有解释 这个解释在三十六节以后 那是第二个比喻 拜子的比喻 耶稣有解释 当中 我们把这一段 这两段 拜子的比喻 跟撒网的比喻 做比较 我们会发现 他都有相同的一个 两个地方 世界的末了 强调世界末了 另外一个呢 世界末了 但后来他就经过筛选 好坏分开 坏的就哀哭切齿 被抛弃 丢到火壶里面 好坏分开 好的 捡起来放在器具里 坏的丢掉 丢到火里面 烧 所以他有哀哭切齿 这两个都是 共同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我们在 他那个 那个坏的部分 好坏分开以后 那个结局的说明 有一个比较细腻 比较细腻 一个比较粗浅 大概是这两个比喻 做一个稍微比较这样子 但是我们在拜子的比喻 里面就是 那个 种子发芽以后 魔鬼趁着大家不注意 好像坏人 把不好的拜子 丢进来混淆 所以拜子的比喻 他所强调的 就是 好坏同步成长 好坏同步成长 我们看一下 马太十三章 二十九节 马太十三章二十九节 主人说不必 恐怕 薅拜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这两样 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然后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拜子 耗出来 捆成困 留着烧 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所以拜子的比喻 他那个过程就是 好坏 麦子跟拜子 同时成长 因为主人说 恐怕你现在把那个 拜子坏得就 臭掉的时候 影响到那些 好的花育 所以拜子的比喻 你看他的强调的地方就是 好坏同步成长 不急着处理掉 不急着处理 但是到了一个最后的观点 收割的时候 收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收网 不同的形容 意思差不多 而且更详细 那我们在收网的比喻里面 他不光看到同步成长 一起进到这个网子里面 接下来呢 好会筛选 分开 不同的结局 他的结局不是同步成长 是分开 你不可能混淆了 混淆是暂时的过程 一个过渡时期 到了最后关键点 就是收网 收网就是准备结束了 准备结束 一收网拉起来 开始分类 他这里很简单的分类 好坏 用信仰角度来讲 能得救跟不能得救 就这么简单 不分种族的 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 耶稣救赎的人 他是从各民各国各族各方的 各地选出来的 进入这个福音的网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 救恩 原本是给所有的世人 但是有不少人把自己 隔绝 不接受这个福音 可是我们想 接受福音进入教会的人 都很好吗 老实讲 有些我们也不敢沟通 没哭落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 我们的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 怎么信耶稣还这样 代表说那些人的感受 信耶稣也不见得多好 表现得多好 不尽然 很简单 我们也不必为此 距离力争 虎音的网 捞进来 就是不分彼此的 各种水族 所以一开始 他可能是同步成长 在拜子里面 那个比喻里面 就是教会 好坏是同步成长 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关键 关键点 时间点 如果是收往是世界末了 因为耶稣本身讲的世界末了 就是世界要结束 世界要结束 等于是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 会做一个什么一件什么事情 审判 最简单的 终极一个目标 审判 审判然后分类 能得救跟不能得救 能得救的好像那些好的 被挑选 放在那个器具里面 等于是进入神的国 不好的 被丢掉 丢到火里面 焚烧 下地狱 接受永远的行华 很可怕 所以在这里透过 这个沙管的比喻 我最近就是一直感受到 我们再慢慢去读 以前我们只是 很坦然一句话 到最后就是世界传道 我们只留在世界传道的概念 如果说世界传道 满了福音满了五大洲 尤其今天的科技很进步 你透过网际网路的世代来临 福音可以很快到全世界很多地方 然后你这样就可以满足吗 那你错了 出去只是第一阶段 令人担心是收网 收网 在这里是强调收网 耶稣来的时候 收起来 时间到 然后做一个 整合 整顿处理 所以他比拜者的比喻 更进一步 也更严谨 时间是越靠见主再来 所以收网的时候 等于是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就是审判临到 那我想说 我今天早上讲三个 第一个 就是说 当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 这个网撒下去 还没有拉起来 还没有收网之前 还是有机会 可是我们必须了解 你看 有人用这样来形容 耶稣的门徒当中 十二使徒 是不是穿着一个犹大 挪亚的方舟里面 挪亚方舟里面是带他全家 一家八口 一家八口 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离开方舟 散寒亚福 哪一个 哪一个 儿子的这个 家族这个下来出问题 寒 这样下来 所以即使方舟 你说 从方舟来看 从耶稣的门徒来看 这个下来以后当中 还是良袖不起 好的坏的 到了最后的阶段 好坏才会分开 因此 如果我们在说 耶稣说往之前 我们像在这个网中的 鱼也好 我们跟人家相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某些 可能 你会觉得 信徒怎么可以这样 教会怎么不处理 我们今天对教会的一个 教会的一个建立 有处理的方式 可是 我们现在越来越宽松 比较宽松 我们虽然有 过去也有除名的制度 可是我们现在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不随便 说来制裁 来除名 所以好像说 有时候你看到 有极少数极少数的 信徒 他即使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他也是在教会里面出现 而且好像 毫无所谓 有些人很难接受 教会怎么不处理 各种个案 有时候你处理他 影响他的家族 所以这个经过总会 不断地讨论 很多不同个案 很长时间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 越来越宽松 我们就允许 默契 默契 基本上我们在 在理论上 到底的立场上 我们还是处理 那些不好的 可是 好像大家越来越宽松 好像就是好坏同步成长 但是 所以我们也如果说你是属于好的一方 你也不用太着急 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坏的一方 你要赶快把握 现在虽然无所谓 万一你今天是换了一些错误 你不要认为无所谓 也没有收到什么制裁 主耶稣也没有给我什么样承华 有一天收网你就知道 所以趁这个时间还没到 你要赶快把握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 我想有一个了解就是 好坏同事同处 一样 那这个不是我们自己 个人需要来判断说 这个人 他怎么可以信主 不是我们自己来判断 我们是说 他已经在教会里面 他今天已经这种现象 也不是你来判断裁决 只是说有些人 他的表现 特别是那些 犯了蛮严重错误的 他今天还很公然 在教会做一些圣工 在这里出入 都无所谓 有时候你会让你觉得 有点灰心 怎么教会会走到这个地步 你要把握住耶稣讲过的道理 他讲这些道理就是这样 整个教会的成长过程里面 有这些过程 可是到最后 你要了解 撒网以后一段时间 网继满了鱼 四十七节讲 网继满了鱼 就是一个时间 到了某个时间点 网满了鱼了 一个时间点 时间到 就把网收起来 拉上来 开始去分别好坏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网当中 好坏 等于是坚收 所以我们今天稍微 对受洗的人 还是有点过滤 跟讨论 但是基本上 我们很宽松 真的很宽松 第二个 如果说世界末了 世界末了 这个收网就像世界末了 那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人生 我们先不要讲 讲到教会 讲到什么 理想 就讲我们个人 人生 有开始 有结束 人的生命 有限 你不会说 无限的 一定有收网 你的将来如何 如果有一天 不管我们什么身份 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生命会结束 生命有限 因为是生命有限 你这是从人生的终极 来思考 生命有限 不管你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好了 生命有限 所以你反过头来 今天你要把握 从终极的 结果 来回顾 现在 你要把握今天 今天的抉择 会影响到 将来的结果 你说你今天 意外的机会 接受到福音 你把握机会 我信耶稣 将来审判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过程 都遵守耶稣的教训 将来审判 你可以很妥当 你不会后悔 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这种抉择 那将来你一定后悔 所以今天的抉择 跟将来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握今天 很多人对自己有理想 有理想很好 可是有时候碰到 现实的问题 生活的重担 现实的考量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能照自己理想中的目标 一直去努力 或者把它化成实际 有时候我们会想 眼前都克服不了了 怎么想到将来 没错 所以因此你要 有时候要稍微想一下 你看耶稣讲这些道理 他很多是从后面来提醒我们 人生有一天要结束 所以你要想到将来 有人讲 你要为自己的将来 终极的结果 做一个考量 一般是人 你这样考 你考虑的是什么 那你今天的你的考虑 跟你那个价值观有关系 所以你要先确立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有一次 耶稣他跟很多人讲到 他讲到信心 信心的生活 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生命 生命 不胜过饮食吗 饮食是今生的 肉体需要的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生命胜过饮食 生命是什么 是你的灵魂 所以你今天所考量是什么 你的 今生 的成就 还是以后 灵魂的结局 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 介绍一个 无资的财主 那个我们都很熟的 无资的财主 他很有钱 他很会计划 他就把一些旧的仓房拆掉 要盖更大间的 要盖更大间的 因为他很富有 他很会有经营的理念 所以他有很多收入 他觉得过去的仓库不够装 所以他重新来经营 把旧仓库要拆掉 让自己很富有 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非常深入 他讲 今天晚上 要你的灵魂 你所积存的 归给谁 你那么富有 没有错 你很聪明 很会计划 你将来看很远 可是他所看到 这个财主所看到的将来是 都是今生的 属于自己的喜好 欲望 成就 都是今生的 就没有考量说 我将来灵魂的出路 所以那个我们很喜欢 在布道会讲这些道理 今生虽然重要 但是他毕竟短暂跟有限 我有灵魂更重要 所以不要忽略 所以耶稣告诉这个 在讲这个时候 说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积存的 归给谁 意思是说 我们要考量 今生成就 比较要紧 还是将来灵魂的出路 比较要紧 你那个价值观 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今天所积存的 即使非常丰富 很快就化成乌有 以前我们一直想 这为言聳听 我们在最近 透过战争 外国的战争 一夜之间 很多变化 疫情的关系 很快就没有生命 你会发现 人很脆弱 不是你的钱财 给你一个 一个很固定的保障 所以这些 好像 好像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 很活生生的在我们周遭 我想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我在很多年前 在松山 那时候碰过一个 年轻的求道朋友 其实不应该说 他的求道 是人家介绍他 开始跟教会接触 后来我去访问他 我才了解 他是一个优秀生 北医的医学序的学生 他求好心切 因为要当医生 公科压力很大 有些地方他觉得不大理想 他也不希望落人后 压力很大 后来 他把这个看得最重要 后来他精神崩溃 还没有毕业 北医的医学序的学生 精神崩溃 变成精神有问题 人家介绍他 我去找他 还有他家人 他已经不正常 我觉得非常可惜 真的非常可惜 那么优秀 前途光明 他把这个看得很重要 没有错 一旦这个达不到 他精神崩溃 我们觉得这种生命 太可惜 太可惜 如果他的理念上 早一点 有一个方向 今生虽然重要 灵魂更重要 所以我在想 不少人 只把重点放在今生 我们要强调 今生真的很重要 我们的理想 你的报复都很好 能够达到更好 但是你不要忽略 你的灵魂 只有耶稣的救赎 帮助 信仰的引导 才会让我们 找回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不只是有这些 我刚讲 那个北一的学生 那是我本身经历到的 我后来另外在一个场合 看到一份资料 台大的医学系的学生 也一样 他本来在乡下 很不容易 考到台大 压力也是很大 以前在乡下都是第一名 他后来还没有毕业 也是精神崩溃 出问题 所以这个例子 我本身遭遇一个 另外我看到一份资料 两个 都很类似的 很看重他精神的需求 所以有时候现实面 很难照我们自己所理想的 耶稣在讲这些道理 所以他在这七个比喻里面 最后一个就讲 撒网的比喻 让你看到终点 你一定要看到终点 你不要只看到现在很好 小时了了 大未必加 现在很好 不见得讲他就好 个人如此 教会如此 国家也是如此 你要看到眼一点 我们在座对圣经都非常熟 你稍微回想一下 耶稣讲过很多比喻 像这个拜子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 拜子 他就是麦子跟拜子 一定有有分开的两类 好坏 撒网的比喻呢 收网以后也是分出好坏 马太二十二章 有一个穿礼服的 参加宴客 有穿礼服跟没有穿礼服的 不同的结果 分开 那个结论都是分开 所以耶稣很多道理 都讲到最后 从最后让你去缓思 人生不是这样 很混杂迷迷糊糊 这样可以过的 你那个过程可以 但是到最后一定 好坏分别 好 那我们先不探讨 你今生活的价值 就是说 从你的灵魂的角度 能不能得救 用这个角度来看 你生命的意义 耶稣讲太多道理 还有聪明的仆人 跟不忠心的仆人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石头领 聪明于佐 仆人呢 善用恩事 跟不用恩事的 绵羊跟山羊 我说一口气 你几乎可以算一大串 耶稣的道理里面 虽然这些道理 他有个别的教训 但是他有共同的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寻一个脉络 这个脉络就是讲到 人生最后 一定 你必须 他一定有一个 善恶分明 好坏分开的结论 因此在这个时间 还没到之前 你必须赶快做抉择 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 聪明的同理 还是宇宙的同理 你要成为绵羊 还是山羊 不是将来再选择 是今天就赶快把握 我要赶快做一个 神眼中很好的信徒 那个分别到最后一定会出来 一定会 一定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那个圣经 我们再看一下 马太福音13章 马太福音13章 41节 我们从那个败子的 败子的比喻 耶稣的解释来看 马太13章41节 人只要猜浅死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齿了 那十一人 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我们对照看 四十八节 前面那个是败子比喻的解释 四十八节这里是 有光撒网的比喻 耶稣的说明 还有解释 四十八节 网记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减好的收在去剂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这里有讲 网拉上来以后呢 坐下来 因为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大的鱼网 撈上来的 当然量一定很多 所以要败一块功夫 所以坐下来 慢慢的剪 好的 放在气剂里 不好的丢弃了 这里是好坏 好的 剪好丢坏的 剪好丢坏的 好的放在气剂里 不好的丢弃 好在下面 接着说 四十九节 世界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 把二人分别出来 从一人中 把二人分别出来 因为前面是善恶 混在一起的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天使开始 好像分类 善恶分开 五十节 丢在火炉里 那个是恶的 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那就是接受永行 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 哀哭切齿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比照 到了最后 我讲的第三个 就是说 当收网的时刻 神 可能 做一个结果 就是善恶分开 一定分开的 前面可能分在一起 可能在渔网当中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 我们很喜欢对外人讲的 马太福音第七章 凡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做进神的国 我们过去很喜欢用那个来讲 一般其他教会的 凡称呼主啊 一般教会的信仰会说 主啊 称耶稣为主 我们很喜欢用那个来看外人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那句话 倒过看我们自己 你今天也称呼主啊主啊 你可以进神的国吗 你今天还是在这个网 在教会里面 现在还没有 还没到审判 万一那个审判时间到 你本身 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是好于还是坏于 当然大家都会讲 我是好于啊 谁要说自己坏 不是自己说的算 审判不是你说的算 是神说的算 他有一个标准 所以好坏分开 好坏分开 如果 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 我在想我小时候啊 因为我家带淡水 我是属淡水教会 淡水最出名就是海边嘛 我们小时候 特别是宿假 小时候我们都会到那个 海边 那时候很小 其实十年前 一般人比较不会 不会雇用那个小渔船出去 那是需要花一点金钱 我们一般人都会在 海边海岸 拿着那个钓竿 在那边海边钓鱼 往往会钓到一些 当然它是小渔 我们是钓好玩的啊 那鱼也可以吃啊 通常所有人在钓鱼的时候 最讨厌钓到一种 河豚 河豚 日本人很喜欢吃的河豚 河豚有毒 它某个部位 你一定要把那个处理掉 通常我们不会处理 所以有人吃的河豚中毒 听说它那个肉很好吃 那偏偏又很容易掉到那种河豚 因为它那个咬合力很大 一咬 然后你一拉 它要保护自己 所以它会把整个身体 充满气 好像一个小球 好像棒球这样 好像一个球 然后身上都是刺 那个刺好像刺味 通通张开的 它像一个球一样 你丢到地上它会弹的 不容易死掉 然后就很容易钓到这种鱼 我看所有钓鱼的人都很讨厌 怎么钓到这种鱼 有的把它摔掉 有的把它踩死 我觉得太人了 有时候我们又把它丢到海里面 丢到海里 说不定它下次第二次又被你钓上来 所以一般就是讨厌这样 河豚 因为它有毒 如果照我们讲的 没有用 掉这种鱼没有用 所以我们今天 你说有用没有用 如果 如果我们借用 神在旧约所谓的 洁净跟不洁净 旧约立位记里面十一章 各种 那种鸟类 水族类 动物 那种洁净跟不洁净的 以那个标准来看 它就是洁净跟不洁净 洁净的 身上有鱼鳞 喜兰 还有那个鱼翅 无鳞 没有鳞的 没有翅的 算为不洁净 因为 它没有灵片保护它的身体 容易被水污染 没有刺 它只能顺流而下 不能逆流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看我们那些 过瑜的纪录片 它不是要去产卵吗 它逆流而上 它甚至用跳跃的方式 一直跳 混斗 它的混斗史 让我们很感动 那种不洁净的瑜 无刺 无灵片 它容易变色 被环境污染 世俗化 我们今天的世界 世俗化 它就像一个大染缸 很脏的理念 思想 渗透我们 把你污染 让你说一个随波逐流的信徒 你没有基督徒的特色 你又不能逆流 你只能顺流一下 顺着世上的潮流 那不洁净 如果 我们用那个立位记 那个来做参考 用那个来参考 因为这里有讲 好的跟坏的 神远中看为 好的跟不好的 有用跟没有用的 到最后一定分开 一定分开的 所以我想说 第三个 我们有想到 你既然被这个网 捞到了 网是福音的网 你这样进入网中 你就是成为教会的一分子 所以将来神审判外人 那我们可以接受 问题是 神审判不只是外人 我们也是在审判当中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 我们早上圣经花很少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两三节圣经就结束了 彼得前书四章 十七节 就也 三百三十九页 三百三十九页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呀 这里说审判 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那个撒网 胡音的网撒下去 将来 经过一段时间 他必定要收网 我们也是信徒 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中 所以将来 他这个收网以后呢 审判 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 所以将来 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非常严肃的场面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看到 以后的现象 要提醒我们自己 大家彼此提醒 不管你今天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还没信耶稣 你今天还有很多 或者说你已经信耶稣 还有很多缺点 你自己想也知道 哎呀将来审判 我绝对没办法过关的 你要赶快把握 网还没收起来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西伯来书 我们就不再翻了 第十章 二十六节那边讲 如果人知道 这些神的道理 你要故意去犯罪 违背你信徒的立场 将来啊 你的阶级怎么样 很可怕的 将来很可怕 那是警告信徒 我们如果已经知道道理 要故意违背道理 将来 那个结局很可怕 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 也杜促我们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 同样这一件 三百三十五页 一章的十七节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 审判人的主 维护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 寄居的日子 我们既然称神 他是很公义的嘛 他不偏待任何人的 既然神 他是公义的 他也是一个审判人的主 将来会有审判 那我们既然知道了 我们应该 存敬畏的心 存着敬畏神的心 度我们今天在世 寄居的日子 度完今天在世上的光阴 这是提醒我们 谈到 神他是审判的神 我们已经认识他 已经认他为主 那这种审判 将来一定会来临 我们要求神帮助 今生就过一个 敬畏神的日子 我们希望你现在不错 敬意求精 越来越好 如果你今天还有很多缺点 你自己都觉得很多缺点 我们就要求神保守帮助 赶快力争上游 赶快拓临那些不完全的 如果你今天还在观望 还没信主 你要赶快把握 即使你今天还没信主 跟信主好像都差不多 对 现在都差不多 麦子跟拜子 还没分开之前 同步成长的 可是到了哪一天 时间到 会来不及的 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 我们要求神帮助 让我们有这种智慧 看得清楚 也有办法做一个抉择 我想早上就用这些 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好 再来唱诗 八十七首 明镜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